小孩血相高有什么危险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赵光宇 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血相高的话常常跟我们的感染是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在细菌感染的过程中 会出现白细胞增高 中性性细胞比例增高等一些表现 而且感染越重 这个细胞的高的横度会越高 所以说血相越高 可能是感染越重的一个表现 所以当我们血相高的时候 就要及时进行处理 例如说高到移境程度 我们可能需要口部抗生素 高到移境程度 我们可能需要进行静脉注射抗生素 及住院等治疗 还要注意一点 我们的白细胞高到30以上 可能要考虑到 是不是有一些血系统疾病的出现 例如我们学白血病 淋巴流等 也可以出现白细胞异常的增高 所以说这个白细胞越高 更要考虑是不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建议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查 判断 一般可能需要住院治疗 血相高只能证明是一种感染 就是说是我们的白细胞高 以中性的细胞高为主 我们考虑可能是细菌感染 但白细胞高以淋巴细胞高为主 我们考虑可能是病毒感染 也可能是一些血系统疾病引起来的 当我们医院之后 根据某种情况 可能还要进行相应的检测 例如说 我们就血相特别高的话 我们可能要进行血培养 还有一些CRP的检查 还有PCT的检查 就是我们的江盖岁源的检测 其他一些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